皇上醒了 来 擦把脸醒醒神吧 浸宝啊 还在外头候着呢 让他进来吧 浸宝 皇上 义坤姑娘娘 轰了 皇上 怎么会 回皇上 宫中 传来消息说 皇后娘娘得劳政已久 后来连药也不喝了 在夜里紫时 过生了 但说娘娘去的时候很安详 荣沛也已训除 皇上 您之前给娘娘送回厕宝 他也不收 病成这样了也不告诉您 也不吃药 这是拿命跟您置气的吗 滚出去 皇上 就算皇后跟朕有什么 也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三道四 百分教养都没有 你给朕滚出去 阿世 阿世 皇上息怒 不 桑衣 该如何处置啊 处置什么 处置什么 都给人滚 滚 滚 明明朕离宫之前才见了你 那时还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瞒着朕 为什么病了也不吃药 到底为什么 我无法治治 你们 你 你 我 你 你 嫁妾 娘 你为什么就这么早了 为誓已经为恶吧 你本应该再是降福才是 娘娘今这般无福 就这样病重走了 有什么可伤心的 此时的娘娘 应该已经和她的少年郎 在一起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花马 花马 你也来看额娘吗 额娘说 额娘说她自有自在了 她真的自有自在了吗 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勇姬 和孩子不要哭 额娘只是病得重了 从这病里解脱了 如今已经自由自在了 记得额娘说过的话吗 额娘只希望你一生平安顺遂 如果再有别的希望 额娘希望你也自由自在 不必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一定顾好你自己 我娘给你的 好好留着吧 父家 你先带勇气进去吧 是 皇阿玛 你们进去吗 恭送皇上 皇上 皇上 奴才都仔细问过了 娘娘的劳政确实是厉害 再加上娘娘又不肯吃药 的确无力回天了 但娘娘走得很安详 白天还带着荣沛出了趟门 娘娘自个儿 还上城楼待了会儿 夜里在廊下 和荣沛喝着喝着插走的 像睡着了一样 身边除了给十二阿哥的心 就是这盆酷了的绿梅 带着娘娘了 这花是她自己会的 是 是娘娘生前 自个儿把那半截踩下来 少了 皇上 皇上 皇上来了 皇上 皇上聚丧哀痛 怎么到臣这里来了 皇上 皇上 这幅画是从你手里交出去的 朕命你复原 而且要复原的和从前分毫不差 皇上 臣做不到 为什么 皇上还记得臣给您和皇后 画这幅画时的情形吗 皇上与皇后眼睛里都是彼此 自然而然地握了手 臣说这样握着手如画更好 皇后说这样不合规矩 但皇上说是不合规矩 可是合皇上和皇后的心意 皇上中国有句话好像是说画比人长久 但臣总觉得画呀有时是最无用的 最美好难忘的都是在我们的眼里心里 画怎么能比得了这个呢 画破损了便是永远破损 所以再好的画愿意不必执念 不必 所以你是不愿意替臣敷衍了 不是臣不想画 而是臣再也画不出了 必是勉强画了 我也不可能再敷衍如初了 谨慌生原谅 那不是我姑母住的锦仁宫吗 我老去他那儿玩 我可没带别人来过这里 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心里有我的 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 臣妾只希望和皇上 尝尝救救他 能多长久就多长久 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 臣妾就喜欢你说三个字 你放心 我是想要告诉皇上 现在咱俩在一块了 你再也不会是 一个人在封殿上孤独 臣妾陪你 永远陪你 皇上 你知道兰茵序国这句话吗 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 如今却明白 花开花落 自有事 今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李玉替朕去传旨 喳 皇后生前行迹风靡 其丧仪不便赴皇后一帜办礼 只可招皇贵妃立行 捉摸去其在宫中一切史书记载 画相遗迹 并召告天下乌拉那拉氏 轰 明显 太上皇 您要找什么 奴才帮您找吧 那个盒子 太上皇 是这个吗 你先下去吧 喳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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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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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